台北市府和远雄集团因为大巨蛋问题杠上 在大巨蛋停工一年多之后 现在最新消息是 柯文哲祭出了最后峰叠 如果远雄在三个月之内 没有解决公安问题的话 就要来解约 其实台北大巨蛋从招标到停工 历经了12年三任市长 从马英九时期签约 好龙兵任内通过了还品动工 到现在柯文哲任内 因为大巨蛋公安问题 从双方互杠到停工正义 甚至还可能牵扯出 前两任市长的法律责任 台北市长柯文哲与远雄大巨蛋的关系 是剪不断 理还乱 双方更是撕破脸 柯文哲铁了心打算解约 拖了12年的台北大巨蛋案 横跨三任市长 2004年公开招标 由远雄企业拿下BOT案 时任台北市长马英九 与远雄董事长赵腾雄签约 2010年起在前市长郝龙兵任内 陆续通过都市审议环境评估 取得建筑执照后开始动工 原定2015年底完工启用 不过就在去年的520 现任台北市长柯文哲勒令停工 时间回到2015年1月21号 柯文哲和赵腾雄首度会面 70分钟的协商破局 让大巨蛋公安问题敷上台面 2015年4月大巨蛋安检报告出炉 被市府提出疏散空间不足 就在跟避难动线冲突等五大疑虑 批评远雄根本是在拿人命开玩笑 柯文哲与赵腾雄重启谈判却形容他一身酒气 让双方关系更加恶化 之后更进入仲裁阶段 更因为柯文哲多次在公开场合 批评远雄是贪婪的财团 以及复杂的政商关系 让远雄忍无可忍 以诽谤罪对柯文哲提告 双方针对大巨蛋曾提出合议解约 但远雄要求分手费370亿元 议会根本不买单 如今远雄无法动工超过一年 也要不到赔偿 下一步会如何发展 有关所有市民的权益